金丝栏目 这个就是金丝栏目吗 悬崖上发现神秘古代石门 错终复杂的洞道仿佛地下迷宫 传闻几十年前有三人进洞找寻土匪遗物 进洞之后却再也没有出来 那么这处岩洞里究竟有何玄机呢 收到当地村委勘测邀请 我们利用安全装备进入了迷宫 果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这是一个美女石像 可以看到吗 正如大家所看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下方 据说这个寨子呢就是几十年前 有几个人进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可以看到这个寨子呢 它是有两个窗口的 这边应该是一道门 右边呢是一个窗户 据说这里面的洞道特别的复杂 进去找到人呢 他找了几公里啊 没有找到那些失踪的人员 所以这个寨子呢 就再也没有人敢进去了 我们今天呢就进去 把这个寨子全部探明 看一下那些迷宫究竟通向何方 这时候向阳正在进行盯盘作业 此次的探索呢 是受到这个当地村委邀请的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这是专业操作 可以看到这里有石墙 火码正在上升 我要准备上升了 马上我们就可以揭开这个悬崖 迷宫众道的秘密了 看这个石墙 全部都是用这个大条石啊 精雕细琢 马气的密不透风 而且中间这些缝 全部都用山蚝土田的缝 队友他们都进来了 这个窗户呢 做得很精致 厚度差不多是40公分左右 非常精美的石墙 现在我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这个地方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难道我们前世 是来过这个地方吗 在梦里见过了 对有一种梦里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是什么 咦 前面那个是一个单炉吗 是 好像是对窝 像单炉 又像是对窝的这样一个建筑物 做得很精致啊 就是在这个山体上面 用锡扇纸雕琢琢的 这样一个圆形的 凹线 这个大厅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差不多5米来宽 15米长 70多个平方吧 然后在那个角落里面 有一个圆形的孔洞 向里面去的 这个山体外面 生进来的一根山木箱的树根 像一条蛇摆在这里 这个前面发现了 有野生动物的骨骸 这个应该是一只 红白雾鼠的这个骨骸 岩壁上面有 站子开着过的痕迹 应该是当时这些土匪 觉得这里空间比较窄 扩充了这里面的面积的 这里有台阶 向里面去的 中道很矮 很窄 不知道前面怎么站起来 前面更窄了 很矮 大家看一下 哇 准备这种了吗 对啊 这里要趴着才能进了 我表示碎片好痛 看这里也有很多的 碗的碎片 碗的碎片 对 这里面应该是有人居住过的 记着我们来时的路 是这边的一个小孔 这边进入了大洞道 这个上面发现了很多树叶 我这个上面发现了 有一个白富巨属的窝 看一下 它在不在家 哦 不在家 可能是被我们进来吓好了 再看这边 哦 好窄啊 我们就从这里进去想进 但是必须得洗起来 这边就形成了好多洞道 这边有一个洞道 这里有个洞道 那边还有洞道 我们走这中间 这边分叉了吗 对 这里分成了三个洞道 看这里 又有一个洞道了吗 哦 钻进去看一下 哇 这个洞道 哇 感觉有点像那个 这才是真正的迷宫 味道 看来这边的洞道 我已经衝过来 这么强 哇 好有感觉 哇 好有感觉 我背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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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 记住这个路 喂 哇 这边里面还要进去呢 哇 天哪 连通了 你快过来 我看一下 原来从这里能进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我就从这里趴着进来 这里还有一个洞道 往下去的 真的是迷宫 为什么要跑 哇 金丝栏木 这个就是金丝栏木吗 哇 这里有个洞天树井 这里可以一直上去 哇 这里有个洞天树井 这里可以一直上去 这里可以一直上去 哇 水 哇 好漂亮啊 水 看一下这里面 里面没有任何生物 这水就是什么 要10分钟透出来的 呼 摘这个金丝栏木 这样进来 前面发现了什么 这有一面石墙是人为修气的 不在修气来干什么哟 哇 这 为什么要把这个 堆起来 一定有什么原因在 有可能是这个密道 现在走不通了吗 是的 只能在这了 但是我们也无法把这个石头挪开 已经完全钙化连在一起了 是的 也看不见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不要动它 我们原路返回 对 万一是什么机关 现在我们从这个上面测下来了 去寻找其他的制动 这时候回到三叉路口 然后前面又出现了一个三叉路口 我们向左手边前进 看这个石壁上面 有这种古铜色的结晶 看着有很多制动 看到没 这种制动非常矮小 人进过去 这里 哪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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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后方有一个制动 在那一 一探究竟 我们先走这个水洞吧 向阳 好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洞道 怎么做的 你走一右 嗯 现在 我们向下游先进 出发 真的像迷风一样 小心啊 你们不要走散了哈 难以想象这些古人在这里面 真的是 建造了鬼斧成功班的地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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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螃蟹螃蟹 红 这些干燥里面 有点浑草 有螃蟹 抓起来研究一下 真的是红色的 红色什么东西 红色的螃蟹 红色的螃蟹 对啊 你们现在在后面 冻学先了 哇 好可以 这个就是很少见的冬圈生物 红点尺寸 有人工痕迹吗 快看这里 我们在东西发现了一颗水彩明珠 想让这里面有个人为星星的痕迹 哇 好大的大厅啊 双子树井 哇 好高啊 我们那边也是一个大树井吗 我真的看 我们在这个树井下面发现了一些像冰糖一样的鱼翅 哇 真的像冰糖啊 哇 真的 好漂亮好臭啊 要不尝尝看 尝尝看你尝一尝 我不敢有多长饭 不就是甜的 是甜的吗 真的吗 我不相信 真的吗 你不相信你尝尝看看哦 真的甜的 可能真的是冰糖 哇 真的是甜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子树井 少见少见太少见了 太奇妙了 那么以前走私的这几个人究竟是去了哪里呢 这边还有洞道 他们有可能是在这个树井当中 没有找到回去的路 现在我们计一下路啊 然后继续撑 这边洞道要宽一点 差不多一米宽 我们走路的时候 他不会刮衣服 这边有被人工挖过的痕迹 里边没有发现骨头 然后去这边 继续前进啊 这里有台阶 看到没 路是这样上去的 这边也有洞道 这里发现了一个大灶 那我们现在是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等队友他们过来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深入 我们先走右边 往那上前 感觉这个洞道是被挖出来的 因为我看这个土上面 好像有锄头的痕迹 这真的是没有一点东西 小坑啊 它还小死两个 土匪的火药库吧 这边发现了土匪的火药库 原来他就在这里捧火药 对啊 这藏的够深的耶 看这里面全部是挖空的 这里也有地下水 很深呢 那么今天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它的核心部位 有可能会找到当初失踪的那几个人 这边好像是人为的将它给堵起来了 可以看到这些碎上的石块 这边好像是有走道 像几百年前的这种无人到访的果冻道 它里面的走道就像昨天还有人走过一样 继续下 哇 这又有个桥吗 这是 哦 镜头了 这边到了镜头 最深处 哦 不是哦 还有动的 还有 往下走 往下走 这边发现了一个人为堵气的乱石气 没有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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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 好像是 真的是人为堵的一样 它就把那个泥糊上了 对 这些是放了有点 半石当中还有土 这明显的是被人为的 将这个动到进行的封堵 有可能这个动到呢 就是 它另外的出口 也有可能这个石堆后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石头我们搬不动它 最不能搬 嗯 把你等下上面全部垮它下来 有可能 不知道它堵了多深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关 那我们这个悬念就留在这里 我们继续探索其他动到 在这个萧池旁边 还发现了这个古人用 用来放木桶的痕迹 这些印子历经百年 都还存在啊 现在我们继续探索其他动到 现在我们继续远路返回去 找其他动到 这里发现了一个古代的手机 古代的手机 他们忘了 真的 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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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使用 哈哈哈 这是得是哪个潮带呢 外星文明 绝对 嗯 这个手机穿越了吧 这就是一个外星手机 手机化石 能不能打连接外星 喂 打 该不打什么呢 110 解不该说 哈哈哈 密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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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手机化石 手机化石 这应该是手机化石 我们现在回到了岔路口 现在我们一马当先准备去探索 就是左边的动道 这个动道延伸 还是很长 但是好低啊 没有勾着前进呢 你看 哦 好像 要到尽头了 哦 这里可以站起来一下 可以站起来了吗 可以站起来一点点距离 后面是依依 我的腰 往前走 还是很矮哦 这样 这样开始 开始来了 哇 天哪 这个古人真是厉害呀 这么低矮的 对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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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子啊 哦 这有没有 小土 很多小土吗 是的 前面会不会又有小坑呢 让我上去看一下 越来越矮了 很矮了吗 越矮了 我的天 哇 天哪 哎 这里不能走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对 妈妈恐怕 嘿 很漂亮 好 回到了这个树井这里 在这个弥宫树道里面穿行了大约三公里 我们发现了两处被人为公主的痕迹 有可能那个消失的人 就是在塔山的那个弥宫树道后面也有可能 如果今天呢 他们先摆在这个树井的淤泥下面 这个我们无从得知 这时候我们只能远路返回 看能否找到我们回去的路 好了 开始 现在我们终于又回到这个扁侠的洞道 能够闻到那个外面空气的味道了 太不容易了 那本期视频我们也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